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也許在相機種類的地方 這邊的話也許加上幾個變化 包含就是說 這邊做Button好了 也許我們在裡面 假如我們不用做Netbar 也不是做This View 也許我們做按鈕 按鈕部分的話 也可以分成幾種 這地方特別注意這個Button 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非常簡單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一樣回到相機種類 其他這邊當然點擊進去 每一個每一個自己再加 這邊也許Back回來 這邊可以做一個什麼 回上頁就好了 比較簡單 你把它Back OK 又回來 輕便相機 有沒有Back 然後 不過你會發現點擊 點下去它變藍色的 Back 每一個每一個都可以加 那怎麼利用那個 在這個地方做按鈕 我們這個地方假設是要做一個按鈕 那按鈕部分的話 首先第一個 請各位在那個相機種類這邊 好 所以找到相機內容部分 那會有四種 所以那四種的東西 四種部分的話 我們分別 把這個這個地方 有四個連結 我先把這個四個連結 假設我們先已經Key好了 我重新再做過一遍 比如說我今天呢 第一用 假設這邊有四個 那我就把這四個 先輸入到那個 我們的內容部分 所以相機種類 假設我有四種 那前面呢 我們用過那個 List View List View記得一樣 要把它選起來 做項目符號 那那個 Netbar也要項目符號 可是 按鈕不需要 你不要說按鈕給它按下去 那它按鈕前面會有個項目符號 怪怪的 所以第一個 要怎麼樣在前面做那個按鈕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地方 要連結到哪裡呢 連結到下方 那我剛剛講過 我們有插入那個 總共會有四個頁面 所以我這邊已經做好了 在下方 包含就是相機 有沒有這個 那這個我名稱叫Page1 底線1 我比較建議以後 你只要看到這個 1 不要這個1-1 因為這個有時候 容易出問題 什麼時候出問題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同學就出問題了 那我的習慣怎麼樣 把這個1 改底線1 這樣問題會比較少 OK 第一個 我就用Page1 底線1 好 然後呢 加到最下面 記得我是 先判斷 是不是在這個body的上方 然後加總共四個頁面 然後呢 再把每個頁面部分 再分別的貼上 一個圖 然後一個什麼 一個文字 在頁守的地方 所以做出來的樣子 就剛剛看到那樣子 然後呢 回上頁的話 基本上 如果你要讓它回 回上頁的話 有幾個方法 要不呢 你就是做到這個Page的 哪裡呢 這個Page裡面 如果你要Bag的話 你就是 這邊不是有個什麼 一個屬性叫做 Data Add Bag Button 你這邊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True 有沒有 如果你把它改成True 它的那個回上頁就有了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那個Button的Test 如果你不要的話 那你這邊可以 怎麼樣 把 這邊有文字 如果你不要文字的話 那你就 不要加 那另外這邊還有什麼 Bag 新名 顏色部分 這個地方打勾就有了 這是第一種 第一種方式 或者是你可以用第二種方式 在Header上面加 我這邊還有第二種方法 用Header方式加 我在這個上面 那加的方式 跟上個禮拜一樣 那做出來 兩個 其實都可以啦 我這邊是用第二種方法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 要能夠連接過來 做成按鈕的話 那第一個 相機 如果要連接到Page 1之1的話 第一步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一樣連接 所以連接 進Page 1 底線1 好 Enter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會連接 但是呢 連接的時候 它不是按鈕 所以怎麼樣變成按鈕呢 應該還記得吧 好像前面有做過類似的 直接把什麼 把這個東西的Data Raw 怎麼樣 改為 Button 這邊有Button OK 那可是這個Button 比較陽春 這個Button出來的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看到的樣子 應該是 長這樣子 最基本的 有沒有 那它的變化是 預設是有點像什麼 白色 移過去變灰色 有沒有 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你覺得 有幾個點不太喜歡 第一個 前面沒有icon 所以要加icon 顏色我希望把它改成黃色 所以兩個點 如何把它變成什麼 前面有那個 就是icon 很簡單 直接在這個地方改成 Data icon 我把它急著切回來好了 油標還是一樣放在這上面 icon 比如說相機的 數位相機好了 應該有哪一個 隨便 選一個 因為這裡面好像都沒有一個 Plus好了 OK 好 再來的話呢 看你的那個 icon的Pose Pose指的就是它的位置 你可以 看是 在 預設應該是在 左邊嘛 可是如果你不希望在左邊的話 那你可以看右邊 上面下面其實都可以 那這個我用預設的好了 icon有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顏色 如果不要是白色的話 那你可以把什麼 DataSync 改為什麼 黃色 應該哪一個 黑 藍 銀 灰 黃 OK 有沒有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即時 相機種類 有了 有沒有 Plus 加 藍色的 不過好像有一個那個 後來點擊它變成別的顏色 那點擊它如果變其他顏色的話 記得按下去之後 還可以什麼 把那個Data 其他的Sync名吧 back的 其他的Sync名改一下 這個很多標籤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再改改看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相機種類 的這四個 那我做一個demo 其他自己做一下 這個加icon 這個加換個顏色 OK 其他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再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連結的話 就連結到下面那個page1 底線1 最後這一個 但是 我們還沒有 在那一個 還沒有